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世界 墨西哥是一个被毒品团团围绕的国家 在这里毒品每年的交易额达到了300亿美元以上 他们被输送到美国来自全世界 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气候条件 毒品种植在这里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 自2006年墨西哥前总统发动毒品战争 使用武力清剿毒贩以来 已经有大约30万人死亡失踪 毒贩们用毒品换取金钱 用金钱来武装自己 直到2019年1月墨西哥现任总统宣布停止这场战争 有报道称墨西哥的武装毒贩达到了数十万人 最大的贩毒集团头目古兹曼曾两次被捕 因为在墨西哥所掌握的金钱武力和人脉 让他两次从监狱逃脱 在很多人眼里或许古兹曼的影响力大于总统 绑架 谋杀和强攻妇女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香车名表重型武器是他的玩具 2017年古兹曼被引渡到美国 他即将面临终身监禁 但是28岁的儿子奥维迪奥成为了接班人 2019年10月17日 奥维迪奥被捕 终于毒枭的毒贩们全副武装 持有重机枪 火箭筒 在所掌握的各个街区 与武装部队爆发了激烈的枪战 为了不让事态进一步的扩大 墨西哥政府只能释放它 来安抚它的武装卫队 墨西哥经济部长鲁伊斯坦担忧的说 如果这场毒品战争打不赢 墨西哥的下任总统很有可能就是毒枭 本期节目就为大家介绍这么多 更多精彩内容 小伙伴们给点击订阅按钮 关注我